山地園住民立委簡東名妻子 也是國民黨中常委戴警花涉嫌會選案 原本在上個月地檢署向法院申請 法院羈押禁件 原本法官裁定二十萬元交保 不過高雄地檢署向地方法院抗告 高雄地院重新裁定認為有羈押必要 收押戴警花到驗巢看守所 不過在二月二十九號以十五萬元交保 經過高雄地檢署徵結 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起訴出清楚看到 被告戴警花 檢東名服務處 主任高正雄 馬里巴協會主席 紅翠英等三人被依違法選爸爸等罪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出被告戴警花 高正雄 以及紅翠英分別是 現任山地園住民族立委檢東名妻子 屏東縣服務處主任及屏東縣 馬里巴文化培理協會主席 在今年一月間 總統及立委合併選舉 被告戴警花等三人 為了讓檢東名順利當選 山地園住民族立委 共謀由馬里巴協會出名 持原住民五道人才培訓班 高中班計畫書 向老委會南區職業中心爭取費用 讓高雄市桃園區二十三名選民來上課 不過從授課到結束 並沒有授課老師來教課 戴警花還在結訓後 每人可領兩萬多元的補助津貼 三位被告依刑法第兩百一十條 未造變造私文書罪 刑法第兩百一十六條 刑事未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普通詐欺罪刑 所設之刑惠選罪部分 對被告戴警花及高正雄 量出有期徒刑五年 對被告洪翠英 量出有期徒刑四年 目前戴警花以十五萬元 交保後傳 記者艾麗娜跟蘇蘭拿魯立法院採訪報導